慈濟基金会与花莲的景美村合作 举办了社区美善活动 带动加湾部落的居民一起清扫家园 同时也宣导以茶代酒 并且成立了一个茶友会 带动乡亲们正确又健康的生活习惯 整个部落动起来 大小朋友顶着大太阳 一起拿着扫具清理街道上的烟冰酒 花莲秀林乡加湾部落 推动美善社区 邀请乡亲一起为部落努力 面出部落共同决议的茶友会公约 慈濟基金会从四年前开始深耕景美村 除了协助孩童青熟投师 组织青少年篮球队等 也推动以茶代酒 社区理事长更主动提供住家空间 成为茶友会聚会所 茶友会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召集一些部落的一些 饮茶的朋友 也可以相聚这样 可以聊天 正式把茶友会的聚会所 还有茶友会的公约 这个就是真正的社区营造 如何力量在部落来萌芽 来真正的成长 各种果皮 再怪就是实的话 就是水 就是干净的水 慈濟志工分享输果酵素的制作 开辟社区幸福农场 提供长者运动的场所 也活化部落的生命力 大家新闻 花莲综合报道